大家好,我是可乐,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美剧X-DAN第八集的第二十集,奔逃 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奇迹,如果没有繁衍生息,人类将不会存在 现代的科技已经能够通过人工技术在体外培育生命 人类的智慧创造了奇迹,可是女主Dana的孩子到底从何而来却一直都是个谜 她的孩子到底是祈祷的奇迹,还是阴谋论的产物 母亲前来看望待产的Dana,她为Dana布置了屋子,还请来了保姆丽兹照顾Dana 丽兹干活非常勤快,可背地里却偷偷调换了Dana服用的药物 画面一转,产科医院的院长正在试验,已经转变成外星傀儡的比利找到了这里 原来这些产科医生一直都在制造外星与人类基因的混血婴儿 这让比利觉得非常愤怒,她一抬手就结果了一身 随后她在实验室淋上汽油,将这里烧了个干净 第二天一早,穆德就来到了约翰的家中 昨晚比利在医院放的那场大火已经上了新闻 Dana曾怀疑这家医院一直都在利用人类妇女培育制造外星婴儿 穆德认为这场大火是为了掩盖医院内见不得人的勾当 穆德告诉约翰,院长在这场大火中失踪了 巧的是,失踪的院长与Dana的产科医生弗莱迪是合伙人关系 由于害怕弗莱迪医生对Dana的孩子动过手脚 二人偷偷撬开了弗莱迪医生的诊所 二人的到来让医生非常慌乱 约翰发现了弗莱迪医生的陈列室 里面摆放着不少胎儿试验品的样本 穆德质问弗莱迪医生是否一直都在培育制造外星婴儿 是否对Dana的孩子动过手脚 弗莱迪医生生气地告诉穆德 Dana的孩子非常健康 画面转到Dana,不知情地他吃下了保姆利兹调换的药物 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利兹与Dana告别 而接他下班的居然是第八季第十三季出现过的杜夫 也就是说保姆与杜夫还有Dana的产科医生都是一伙的 他们都是为了Dana肚子里的孩子而来 当天晚上意识到自己有危险的弗莱迪医生正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却不想比利也找到了这里 比利毫不留情地杀死了医生 几分钟后穆德和约翰也来到了诊所 打算找弗莱迪医生问话 约翰在陈列室发现了医生的尸体 穆德则正好与还未来得及逃走的比利打了个照面 穆德被比利一顿做得老惨 比利的脖子后面有几块凸起 打晕穆德之后 比利又缓缓朝着约翰走来 约翰当即就跟比利连开竖枪 然后就关门躲了起来 了起来 起来 来 你 这就不管穆德了 清醒的是比利并未赶进杀绝 而是离开了诊所 结后余生的二人又来到了Dana家中处理伤口 穆德说比利是外星人的傀儡 他们是地球人的替代品 与以往不同的是 比利的血是红色而不是绿色 可见他是一种经过改造的新型傀儡 当初如果不是Dana一行人杀死了穆德体内的外星病毒 那么穆德也会变得跟比利一样 穆德感到比利的行为或许与Dana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不管如何 穆德和约翰将会保护好Dana 不让她的孩子有任何意外 画面一转 比利又找到了医生的同伙杜夫 同样是大手一挥伸手分离 第二天一早杜夫的尸体被人发现 突顶上司和约翰赶到了案发现场 这里是一个非法的医疗诊所 杜夫和那些医生就是在这里克隆外星与人类的混血胚胎 在偷偷植入人类妇女的体内 突顶怀疑Dana肚子里怀的也是个外星胎儿 因为至今为止都没人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 穆德说这是Dana的私事 他也不方便询问 画面转到Dana 保姆趁着Dana洗澡再次偷换了Dana的药物 却被Dana逮个正着 拽狂的Dana对保姆的身份起了疑心 她立即来到医院做了个体检 医生劝Dana放宽心 她的孩子非常健康 而那些被保姆调换的药物也只是一些普通的维生素 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保姆费这么大劲 只为了给Dana吃维生素吗 由于保姆是母亲介绍的 母亲也为自己的育人不输向Dana道歉 保姆告诉众人 他和杜夫一行人隶属于一个科学组织 早在十年前 他们就致力于研究克隆人类 辛迪加组织一直向他们提供研究资金 现在组织已经灭亡 但是工作还是要继续 如今他们靠着政府提供的外星DNA 终于研制出了超级混血人类 Dana的孩子就是那个特殊的超级人类 穆德汀巴立即赶到了Dana的家中 他知道如果Dana的孩子真的是超级人类 那么他将会很危险 恰好此时同事传来消息 比利居然在诊所打来电话 表示要投案自首 而当约翰带着人赶到诊所 却发现比利并不在这里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是吊虎离山之计啊 果不其然 还未等穆德和Dana离开 比利就赶到了Dana的公寓 穆德带着Dana从楼梯赶到楼下 却因为汽车被堵无法逃离 眼看着比利越来越近 危机时刻 亚里克斯开车赶来将比利给撞了个重伤 穆德和Dana赶忙上了亚里克斯的车逃走 亚里克斯一直都是反派 不知出于何种目的 突然又解救二人与危难之中 他说比利是人类的替代品 也是外星人的复制品 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毁掉人类 对抗外星人的种种手段 好让外星人登陆掌握地球 现在他们又盯上了Dana的孩子 因为他的孩子是个非常强大的存在 众人决定合力保护Dana的孩子 约翰通知莫尼卡前来帮忙 恰好比利也追到了这里 穆德决定孤注一掷 将Dana交给了亚里克斯 由亚里克斯护送Dana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莫尼卡带着Dana开车逃走 其余人则留下拖住比利 周旋中 图顶差点死于比利的手下 穆德一记助攻将比利 直接从天台推了下去 比利掉进了楼下的垃圾车中 穆德和图顶上次望着垃圾车开走 Dana和莫尼卡也在同时的指挥之下 逃离了这个城市 然而谁都没注意到 那个为Dana指路的同事 也早已变成了外星傀儡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至于被垃圾车运走的比利 何去何从 Dana和莫尼卡又是否能够顺利逃走 那就只能等到下集才能揭晓了 下集将是第八集的大结局 喜欢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 第八集的剧情 仍然绕不开外星人这条主线 星体加组织覆灭之后 外星人又重新培育了一批傀儡 这批傀儡由人类改造而来 他们的外貌与人类无异 唯一的区别就是 他们的后颈部有几块凸起 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布置好战场迎接外星人登陆 到时候 这些傀儡将会代替人类生存在地球上 将外星人当作上帝供奉 Dana的孩子是一个成功的外星混血 同时也是一个超级人类 外星人已经察觉到了 这个孩子将会带来威胁 便不惜一切代价 想要除掉孩子 由于很多政府高官已经成为了外星傀儡 所以医院也变成了不安全的地方 众人只能保护Dana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生产 亚里克斯是辛迪加组织的残存势力 反派就是反派 他绝对不会好心帮助Dana 至于他的真正目的 暂时还不得而知 另外Dana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个明确答复 不过第八季第十三集曾提到过 穆德为Dana捐献过金子 所以这个孩子大概率是穆德的 希望编剧不要中途变卦 不然我要众筹为编剧定制一个特大号的刀片 明天同一时间 我将会更新第八季的大结局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一博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